当看到我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,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童年和那难忘的歌。 黑板上老实体分地,还在听名字字杂杂写个不听,等待着下课,等待着放学,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,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。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,才知道该念的书都还没念。 一寸光明的曾经老师说过曾经南迈寸光迹, 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你孤独童年。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,太阳从下到山的那一边。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,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。 多小的日子里,总是一个人,面对着天空发呆。 就这么好奇,就这么幻想,这么孤单的童年。 阳光下起飞过来,一片片绿柔柔的岛田。 水彩蜡蜜和晚花红,划不出天边那一条太空。 什么时候才能想高年级的同学,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。 盼望着假期,盼望着明天,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你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你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一天有地图一年有地围 还望长大的疼命